首先我们也是来关注一下大盘方面 关注到近期A股市持续震荡整理 成交也是持续活跃 后市大盘的趋势以及市场风格 又会如何来演绎呢 可以说在10月份之后 市场的成交一直是保持着较为活跃 但是市场的风格和前期有一定的差异 在前期比如说在今年的春节之前 市场表现比较好的 就是以毛指数为代表的核心资产 而在二季度市场表现比较好的 就是以零组合为代表的成长股 而在三季度市场表现比较好的 就是以资源股为代表的周期股 但是在四季度尤其是11月份之后 市场表现很多的都是一些题材 类的个股 一方面这些题材类的个股 比如像元宇宙等等的 它的股票表现是比较的活跃 很多的腰股协出不穷 而一些股票甚至出现连续的 很多涨停的情况 包括前期的一些创新药 各种题材类的通过 但是这些股票它对于指数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所以指数仍然是维持正当整理的格局 而我们认为在今年年内 仍然还是处于业绩的升空期 很可能仍然还是提财股的反复活跃 但对于权重股而言 由于前期的累计涨幅还是相对比较大的 所以在年内出现这种趋势性机会的可能性比较小 所以股票有可能还是会维持正当的格局 但是由于市场中还是有一些短线的赚钱效应 尤其是像前期很多连续拉出 打平板的股票出现 所以很多油资论还是比较活跃 所以我们认为市场可能还会存在着 一些短线的提债股的机会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资金流向方面 12月以来北上资金跑步进场 据统计12月1日至16日 北上资金连续12个交易日净流入 流入额合计就超过了821亿元 这个数字也是超过了2015年 以及2016年净流入的总和 那北上资金流入将会如何来影响A股 他们所选择的标的 又是否可以给到投资者一些建议 让我们去跟随买入呢 我们认为在沪港开通之后 北上资金对于A股的风格影响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在16年之后 北上资金持续地买入了很多核心资产类的个股 而这些核心资产类的个股 在16年之后的涨幅远远地超于其他的各种指数 而近期北上资金真的还是一些持续大局流入的状况 我们认为北上资金从长线来看 还是看好A股的发展前景 毕竟而言中国作为一个体量非常大的发展中的国家 在发展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业绩持续增长的优秀的公司 而对于投资者而言 如果想借鉴北上资金的这种选股的策略 首先是要立足长线的思维 其实就像巴维特以前也说过 投资者之所以不能够从股市中赚钱 是因为大家不愿意赚慢钱 在中国也有句话叫做欲速者不达 如果我们从长线的角度 持有一些非常优质的个股 不理会它短线的波动 只要获得持续的回报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的 当然本上资金它的流入也并不是说 完全是一个单边的状况 它也会根据市场的强弱 会有流入和流出 在持续流入的时候 我们认为投资者仍然还是可以关注一些 有安全边际知识的一些慢流的品种 但如果出现一些接纳性的流出 这时候投资者也要防患大盘的系统性的风险 股票短期来看是投票机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很多奇才股 短线会非常的活跃 但是从长线来看 它是身中气 它是要公司本身的一个质地 能够决定这个股票长期的走势 而短线我们认为对大多数投资者而言 把迫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但长线的相对而言 股票的基本面如果比较的明朗 确定性相对较高 那么投资者如果保留必要的耐心 进行长线投资 获得较好的回报的可能性会更大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北上日空集中持股的 长线的一些龙头 尤其是界面比较好的龙头 那么进行耐心的持有 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回报 明白 另外说到板块方面 我们关注到前期 大家聊得比较多的元宇宙板块 近期也是持续活跃 那么后市是否对于这个板块继续看好 明年它是否依旧能够成为市场的主题呢 我们投资者究竟在这个板块当中应该如何来防范风险 打握机会 在前期我们提到元宇宙的时候 我们讲到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 很长远来看 可能还存在了一定的不确定 但是短期呢 它给上市公司带来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其实其后的市场的走势也念这种 当时会被淡化 对元宇宙而言 我们认为它大概率会成为互联网的一个升级板 或者是可以说为新一代的互联网 互联网经过了20多年 在中国的一种发展 其实目前我们看到 这种目前的这个网民的数量的幅度 已经开始放缓 互联网未来的机会呢 可能就会来自于像元宇宙这样的一些 行业的一个升级 目前呢 通过这种5G等配套设施的建设 这种网络的速度 已经出现了大幅的提升 传输的容量也是大幅的增长 食言也是大幅的下降 这给像元宇宙这样的一些 应用提供了比较好的一些环境 而元宇宙的一些应用呢 也会由以前停留在游戏层面 未来会逐渐的推广到像会议 包括像一些科研 包括像教学 教学等各方面的一些领域 所以对于一些元宇宙方面呢 至少从 就能够提供一些技术服务的公司呢 它会率先而受益 等到元宇宙的这个环境 到达一定规模以后呢 提供内容的 也会收益会比较大 包括提供数据存储 因为元宇宙也会产生大量的数据 从短信来看呢 元宇宙这种相关的一个环境的配套 包括这个算力的增加 所以这种提供网络环境 或者是提供这种断裂的公司呢 收益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论为明年元宇宙呢 仍然有可能会成为市场的热点之一 就像20多年前 在A股市场而言 当时的互联网的一个炒作 持续了很长时间 这些大量的炒作呢 会使这些公司能够得到资金的扶持 对于其长远的发展非常便利的 我们看到现在 我们已经产生了像 腾讯、阿里这一系列的 互联网的龙头公司 而未来呢也不排除 有可能会有这种元宇宙的龙头公司 从目前的公司中出现 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 仍然还是可以关注 其中的一些 拥有核心技术的功能 但是呢对于这些公司 它仅仅是趁热点 并没有核心的技术 而且涨不过大 一旦出现高位放量市场的情况 投资者还仍然以防范风险为主 另外说到板块 近期一个热点板块 也是有氢能源板块 也是持续走强 那么后续这个板块 还有哪些机会可以给到大家呢 首先呢氢能源板块呢 是市场所憧憬的 长期的重庆能源 因为从目前的地球的 一些构成来看呢 氢能源说的储量 是非常的丰富的 而且呢氢能源如果能够实现 它的一个储存的一个便利 以及呢 汲取成本的下降 未来的它的一个 替代传统能源的空间 是非常的大 但从目前来看呢 氢能源呢 还是在应用的初级阶段 不像这种锂电池 这么成熟 所以在未来来看 氢能源呢 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长线标的 当然在前期 锂电池产业链出现了较大涨幅之后 近期那么氢能源 整个产业链是出现了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我们建议投资者呢 对氢能源而言呢 长远来看 更多还是可以关注 滤氢这样一个板块 因为滤氢呢 就是在氢的提取的过程中 它其实也不需要消耗化石能源 比如说通过光伏至氢 这样的话呢 长远来看 如果拥有这种技术优势的话 那么它的空间会更大 因为像氢能源的发展 主要的一个目的呢 就是要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泡 就像我们前期反复提到的 这个碳中和这样的一个目标 所以滤氢它的一个市场空间 会更大一些 其实就在港股之中呢 有很多氢能源的一些龙头公司 一些用H股的这种公司 它目前的物质还是非常低的 对投资者而言呢 对这样的一个板块 仍然还是可以继续的关注 那么除了这个滤氢环节以外呢 还有这个氢能源的运用方面 比如说这种氢能源的发动机 那么它就是使这个氢能源 能够在这个汽车区中 得到比较好的运用 所以在这一方面 拥有技术优势的公司 也是可以适当关注的 嗯 明白 这一时段也是非常感谢 许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析 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过后和大家继续聊